不少女性都有生理痛的問題 一名女性患者 每個月生理期來臨前 都會有嚴重頭痛 並全身貪染 因為一般的止痛藥無法緩解 吃日本止痛藥加強定10年 後來就一檢查 發現腎絲球過濾 只剩下16、17分 已經到了腎臟病第4期 也在半年後洗腎 像這種肥類固醇抗發藥物 就長久的話 它會影響到腎臟功能 像以西亞分 就類似普拿粉的話 那長久大量用 它是會有感毒性 醫師提醒月經型偏頭痛症狀 包括5次腹發型頭痛 持續4到72小時 另外疼痛位置 單側痛感中度以上 活動時疼痛加劇 正確治療方式 如果是月經規則者 短期使用偏頭痛藥物 像是吹普登 英明格等 或是短期使用低劑量 非類固醇抗消炎藥物 或磁激素 尤其是在30幾歲 這個更年前起 這個月經開始不穩定 那你的動情速會下降 特別敏感 不妨吃一些 低劑量的避孕藥 頭痛 還有腹部的不舒服 還有我們痛筋 還有很多的情況 都可以減少 醫師檢視市面上 所販售的止痛藥 長期服用 傷肝或是影響腎臟功能 有偏頭痛問題 最好還是求助專業醫生 避免罹患其他疾病 得不偿失 記者黃英俊承亮台北採訪的到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探動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